唐朝都政变 唐朝都政变 这是一开国就定下的底色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历史上 最令人不堪回首的世界之一 那么千年风云散去 穿透历史的迷雾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 事变的核心主角李世民呢 李世民与大哥李建成 弟弟李元吉 本系同胞兄弟 也都经历了隋末的创业 以李世民的心胸 怎会走上杀凶徒弟 逼赴炫味的路呢 我们一起来依稀枝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唐高祖李元很幸运 他的儿子李建成 李世民 李元吉都很有才能 特别是第二子李世民 从太原建议之时 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谋作用 李元对几个儿子很倚重 他起兵南下之时 建成寿命指挥左三军 世民指挥右三军 元吉在靖阳担任 留守重任 如果唐军主力全聚一处 或是李元亲自领兵作战 建成世民都居挥下 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偏偏随目天下形势大乱 四方处于碎裂之势 北有突厥和刘武中 西有薛举 东有王世冲瓦岗军 东北有斗建德 南方还有萧显 杜福威等一杆割据势力 李元本身并不具备将才 关中之地又处于四方际雨之中 他只好为李世民以重任 让他带兵四处攻防 从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 李世民相继指挥了消灭 拢右薛然稿 洛阳王世冲 河北斗建德 刘黑达 以及戴北刘武中 怨军杖的战争 秦王李世民的威望 海内无人可比 唐高祖李渊也高兴得无以复加 由于世民的官决已经到了极点 再往上就是太子了 李渊别出心裁的 册封世民尾 天策上将 闪东道大刑台 位在驻王宫之上 天策上将府可以开府至官署 旗下有长使 司马 从事 参军 以及六曹等 实际上就是一个 微缩版的军事指挥机关 闪东道大刑台 这个官职更是不得了 闪是指闪县 闪以西是官中 闪东就是大唐东部的全部局域 市民的命令在闪东通行无阻 不仅朝廷各部门的命令 无法制约 有时 有时就连皇帝的账命都不如秦王的命令好使 市民还私自招纳世人 开设文学馆 著名的十八学士都投入其麾下 贞观时期一众名臣 大多出自这个小集团 台府那是结党谋司 历来就是忌讳 市民势力的快速膨胀 引起了李渊的不满 连当爹的都看不下去了 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太子建成 自然更看不下去了 如果任由李世民的势力这么发展下去 建成的太子地位毫无疑问会发生动摇 太子东宫的署官们都建议建成 赶紧采取措施 限制市民集团 太子集团认为 市民之所以实力壮大 就是因为屡次带兵出征 才逐步积累起人望 他们建议李建成不能总是安居于东宫 要寻找机会领兵建功 正巧五的五年十一月 河北刘黑达第二次起兵反唐 太子喜马魏征 立即建议李建成出征 以捞取军功 高祖李渊也认为 应当趁此机会 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 于是批准建成带兵征河北 刘黑达第二次起兵远远不如第一次强悍 李建成也非等贤之辈 率唐军顺利地消灭刘氏 为唐朝预议大功 而且借着出征的机会 高祖还把闪东到大邢台的职务 转给了建成 这极大的削弱了李世民的实权 学世民而议太子 实际上公开了太子和秦王的矛盾 自此之后建成 世民都开始加紧政治竞争 由于建成长居东宫 与高祖近成接触较多 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李渊头号谋臣 北济就公开支持建成 大臣冯德义心怀两端 时而倒向太子 时而倒向秦王 萧宇 陈书达 则坚决支持世民 屡次向高祖陈述秦王的大功 绝不能洗废处之意 有一次建成与元吉请世民夜饮 在酒中下毒 世民饮完后 腹中暴筒 处血树生 高祖其林探视 北不自胜 一度想让世民远离京师 重回陆阳大刑台 后来被建成劝阻乃止 可见二子争斗 已经相当激烈了 李建成以厉害关系 拉上了其王李元吉 一同对付李世民 元吉性格粗犷 才能和谋略都赐予两个哥哥 他目睹兄长征卫 也渐渐起了征卫之意 他自知实力绝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 又见世民实力过于强大 因此采取了连弱抗强的策略 倒向了大哥 斗争到白热化的双锋 还把手伸到了对方的营垒之中 建成企图用财货收买 金王府中的猛将 玉池靖德 段志玄 李安元等人 但他错打了算盘 遭到这些人的拒绝 此路不通 建成便借高祖之手 将房玄灵 杜如伟 大将 程之杰等人 调出秦王府 慢慢剪除世民的左右手 世民同样也不甘示弱 他通过各种拉拢力 要等手段 先后把建成手下的将领 长和 太子府 程 王志 等人策反为自己的眼线 到了武德九年 太子和秦王的竞争 已经不可调和 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到了分上下 绝生死的时候了 由于三四年 未曾带兵 秦王府的力量 有所虚弱 市民手下只剩 宿所 续养勇士 八百余人 而太子东宫的武士 亦夺达数千人 双方力量高下 一望极之 建成扬言 秦王兵少 立孤 留在京师 置之一匹夫尔 多重危机之下 市民及其辽蜀 都身怀幽惧 武德九年的夏天 突举人大举入扣 这件事意外地激化了矛盾 按照以往的惯例 如有征战 一般由市民挂帅出征 但经过二次平定 刘黑达之战 建成对军权的关注 越来越高 不愿市民再染指军事 此次出征 他向高祖建议 向原籍出马 并获得批准 建成还打算 调逸池敬德 承之杰 段志玄 秦书宝 等秦府大将 一同出军 借此彻底瓦解 市民的部众 使其孤掌难鸣 然而 趁原籍出征 市民到昆明池 鉴别之机 令一立士 当场 击杀市民 建成府中的太子 府城王志 偷偷将此密谋 透露给了李市民 市民大惊 召集正将商议 大家一致认为 形势危急 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必须先发制人 市民遂定下政变之计 秦王府的力量 不如东宫强大 京师还有驻卫兵马 贸然举兵强攻 极有可能被消灭 市民的计策 是利用进城和原籍 进皇宫的机会 在攻城门北 玄武门 预先埋伏 一席杀之 市民遂到宫中 向父亲上奏 说 建成与原籍淫乱后宫 并揭发建成 杀害自己的阴谋 高祖素来也知道 几个儿子关系不好 但弄到这个地步 是他绝没想到的 高祖决定 次日召集 柱子尽忠 当面问个明白 建成也提前知道了 父亲的动静 他与原籍商量 原籍建议称并不出 让东宫 兵马做好准备 亦有情况立即发作 建成却认为 目前兵被以言 没必要过于被动 不如到宫中 看看再说 这个决定 最终送掉了 兄弟二人的性命 在建成看来 在宫外 他的东宫卫士 足以致 赤民之死命 在宫内 把守宫城要害 玄武门的将军 长河是自己的老部下 就算发生极端事件 自己也是 有胜无败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早在四年前 他这位老部下 就被宫民 以金钱收买 就在高祖 刚刚决定 赵太子 齐王进攻时 宫民就已 打通长河的门路 率长孙无忌 玉池靖德 侯军级等十人 率少量浮兵 埋伏于玄武门 准备动手杀人了 既然到了 生死相搏的地步 宫民为何 不多带一些人呢 其实不是他不想带 而是皇宫 尽未有制度 出入工程的人员数量 携带武器 都严格受捷 这是唐高祖 自身安全的 最后一道防线 即使几个儿子 也不能例外 李世民虽说 打通了玄武门 守将的关节 但若是闹得动静太大 引起高祖的注意 反而会坏了大事 建成和元吉 两人受赵入宫 朝见高祖 走到灵狐殿 感觉有点不对劲 于是 迅速拨马返回 世民迅速 持马突出追赶 大呼 建成护走 元吉回头 引弓射世民 不料连射三箭 都未能射中 世民接着引弓 一箭击毙剑撤 正追射元吉 坐下马突然 手机窜入林中 世民跌落下马 又被树枝 牵得一时无法起身 元吉 坐马赶到 要勒死世民 正在危机时刻 绿池静德率七十余计杀来 江元吉 党场击毙 稍后 绿池静德奉命进攻 向高祖禀报情况 高祖闻讯大动 然而木已成舟 毁之晚矣 在肖宇 陈书达等人的劝说下 高祖下令所有军队 一律听秦王调解 同时又派皇门侍郎 培据到东宫小玉建成的部众 一场细心的事变 最终平息下来 玄武门之变奠定了世民的太子地位 高祖李渊痛心于儿子们的互相残杀 两个月后 让会于世民 心灰意冷地当了太上皇 唐朝人对小武门之变的态度 起初唯唯不敢言 唐初官修皇帝实录 都讳目如深 唐太宗看到后很不高兴 宣称自己做的是 安设计立万民的好事 让使官们丙比直书 不得隐晦 自此之后 唐朝五代的官方史书 都带着贬建成保世民的态度 书写此事 直到宋人编修资质通界 才提出世民杀兄徒弟的做法 确实有备于传统道德 这成为后世批评选 我们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